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3年12月16号星期六的《红黄早班车》 我是郭杨子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西考察 他强调 广西要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解放思想 创新求变 向海图强 开放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习近平在14号上午 首先考察了位于南宁市的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信息港建设运营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情况 习近平指出 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的一项重要举措 广西要主动作为 发挥支点作用 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应用 为促进同东盟合作不断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之后到梁庆区盘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他指出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 基础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显著优势 习近平随后到文体活动室 观看社区居民练书法和合唱民歌 习近平离开社区时表示 他结束对越南的国事访问 直接来广西考察调研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将更有利于广西的开放发展 广西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 希望社区各族群众多来往 共同建设幸福家园 习近平在14号下午到来宾室考察调研 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黄安优质双高糖料浙基地 查看万亩甘蔗林和机械化作业收割场景 听取基地情况介绍 习近平走进甘蔗林 详细了解甘蔗两种繁育技术要领 并同浙农 农机手和农技人员交流 习近平指出 广西是中国浙糖主产区 要把这一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做大 为保障国家糖业安全 促进浙农增收致富 发挥更大作用 要建设好现代农业产业园 要探索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连接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 习近平随后到来宾东唐凤凰有限公司考察 进入生产车间 查看制糖工艺和作业流程 再展厅了解糖业产品种类及市场份额和发展趋势 习近平强调 中国糖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延伸产业链 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对前来欢送的员工们表示 食糖是重要的副食品 希望大家不断学习新技术 采用新工艺 为糖业发展做出新贡献 防卫室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总组纪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5号上午听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 对广西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肯定 习近平指出 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 必须做好强产业的文章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打造若干 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 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带动力的支柱产业 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充分利用沿海沿江的优势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临港产业 发展壮大林业产业 文旅产业 养老产业 大健康产业 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 广西要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对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新布局 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 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 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 把广西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 积极服务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深化拓展与东盟国家在商贸 劳务 产业等领域合作 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指出 乡村占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工程 要实现粮食均衡增产 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 防止占用耕地 搞非农化 非粮化经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防止出现规模性反贫 习近平强调 广西要把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自治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根本方向 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 走在全国前列 习近平强调 岁末年初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切实做好市场供应 民生保障 精细化抓好安全生产 注意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确保人民群众节日欢乐祥和 近几天 中国华北黄淮等地区 普遍出现中到大雪 对民众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 采取有利措施 努力把灾害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习近平当天上午在南宁 亲切接见助南宁部队上校以上领导干部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经约向驻南宁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雨雪天气 对电力供应 交通运输和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中东部地区还将经历强寒潮天气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风险高 防灾救灾形势严峻 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习近平强调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加强监测研判 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 要加强交通路况及电力巡查 及时除冰除雪 确保交通路网 电网安全通畅 要提高煤电油气供应能力 强化抢险救援准备 做好能源保障和保暖保供 要加大统筹调度力度 加强重要民生商品的产销保供 维护价格稳定 习近平要求 有关地方和部门要压实责任 细化防范措施 完善应急预案 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全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 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中央即将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京东以来的最强寒潮及大风蓝色预警15号期 将会迅速地扩展到南方大部分的地区 而部分地区可急剧降温超过18度 而在华南的广东也会开始受到寒潮主体的影响 广州市已经发布了寒冷橙色预警信号 而全国各地也是持续地采取措施 来应对寒潮的影响 保障出行安全 虽然雨雪范围逐渐缩减 但15号起 此轮寒潮影响将迅速扩展到南方大部地区 预计15至17号 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下降8至12摄氏度 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8度 而到17号早晨 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贵州南部和江南北部一带 但寒潮影响持续 为应对降雪结冰和低温寒潮天气 多地持续进行产冰除雪工作 确保城市道路畅通 在北京 受强降雪和寒潮天气影响 北京海淀的气温在15号凌晨降至零下13摄氏度左右 部分路段出现结冰现象 在积雪道路上 大型除雪机械出动进行产冰除雪作业 以确保早高峰车辆正常通行 在山东济南 气象部门继续发布道路结冰预警信号 当地公安 交警 城管 陆正等部门启动24小时联动机制 加强对一击雪结冰路段的不间断巡逻 并提前洒布溶雪剂 在下雪后及时进行喷洒 并服役现场的人工扫雪作业 从而缓解道路结冰和积雪情况 保障辖区公路通行正常 受降雪降温影响 山西运程园区县13号傍晚输电线路发生故障 全线停电 截至到15号晚7点 已有来自山西和全国各地的111辆电力应急电源车陆续抵达 11.47万户居民当中 6.5万户恢复临时供电 经过应急发电 园区县各大医院购物超市和通信网络 供气供水基本恢复运行 集中供暖已经启动并逐步恢复 目前 输电线路仍在紧急抢修当中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省期 由于14号出现雨加雪以及冬雨天气 路面大面积结冰 有上百辆微化品运输车 滞留在省道215县逃离收费站 当地交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通过警车压道分段护送的方式 引领车辆安全离开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柬埔寨驻华大使西索达 即将结束在华17年的大使任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5号在北京邀请东盟十国驻华使节 一起为他践行 王毅说 西索达17年任驻华大使是一个新纪录 也创造了奇迹 中国愿同柬埔寨一道继承和弘扬中简传统友谊 不断开创两国关系新局面 西索达自2008年起担任柬埔寨驻华大使 王毅说他是中简关系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在他任职的17年间 中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展现新高度 王毅并感谢西索达作为柬埔寨国王的特别顾问 为促进柬埔寨王室 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做出积极努力 他实际上是代表了中国同柬埔寨这种永远流畅的友谊 也代表了显示了我们之间这种 拉不可破的这种友好的传统 中简关系 在我们双方努力之下 不断地迈上了西南台阶 我们已经率先达成了构建中简利益共同体的共识 并且制定了这方面的行动计划 最近我们还更新了新的行动计划 使我们的利益共同建设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 吉索达拉大使在回国之后 将继续出任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的特别顾问 王毅说 相信他会继续为中简的友好 以及互利合作做出新的贡献 当天晚上 王毅还同东盟十国驻华使节举行会见 他特别提到本周 中越领导人就携手构建 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 这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王毅说 中国将继续奉行 清澄慧荣周边外交理念 做东盟可信赖 可依靠的长期全面战略伙伴 共同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 而不久前 在中国斡旋下 缅甸有关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 王毅说 缅北冲突降温 不仅符合缅甸各方利益 也符合中国和东盟等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方将继续做缅北地区 指战促谈工作 也希望缅甸各方落实共识 保持最大克制 主动缓和局势 王毅强调 缅北问题 缅甸问题 本质上都是缅甸内政 中方支持东盟 在缅甸问题上 发挥应有作用 在会谈中 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也表示 愿同中国一道 打造更加光明 可持续的东盟中国关系未来 助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我非常愿意 愿意 what we have achieved together in ASEAN-China Corporation the two sides have maintained close political contact and ever-increasing economic relations against a more complicated global situation close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cluding the 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 the regional cooperat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中沙一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15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当天在北京 集体会见了来华举行会议的沙特与伊朗副外长 谈到巴以问题,王毅说 中国愿同沙裔两国和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一道 尽快推动行程落实两国方案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王毅周五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伊朗副外长巴盖里 沙特外交副大臣胡来吉访华 在当前的巴以问题上,王毅强调 当务之急是推动加沙地区停火指战 推进人道救援,恢复巴以谈判 任何巴以冲突解决方案都应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 都不能背离两国方案 都应坚持巴人主导,巴人所有,巴人制巴的大方向 中国愿同沙裔两国和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一道 尽快推动行程落实两国方案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那么近期巴以冲突升级之后 沙裔双方共同推动伊斯兰国家形成了一致的立场 中方对此表示支持 我们将会继续站在阿拉伯国家 中方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主的探索发展道路 支持中东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好地区安全的问题 王毅还就继续推动沙裔关系改善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坚持和解战略选择不动摇 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 实现持久全面的睦邻友好 二是进一步推进关系改善进程 希望双方能及时消除误解避免误判 三是排除外部干扰 中东不能再成为大国地缘决斗场 相信沙裔有能力有智慧 及时排除外部干扰维护地区长治久安 沙裔两国副外长在会谈中 感谢中方承办这次会议 强调会议的目标就是要落实此前达成的北京协议 沙裔关系正在积极轨道上向前推进 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 沙裔欢迎支持中国 为中东地区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中国加强合作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公正持久解决 沙特和伊朗之间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我们将进一步激活他们 利用他们加强经贸合作 激活安全领域的协议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互访 我们将实现两国人民的期许 北京协议给整个地区都带来了积极的气氛 带来了温暖的阳光 实现了很好的和解成果 沙特一贯愿同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们也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 我们也希望地区能够实现安全稳定与发展 王毅在会谈中也特别提到 今年三月同样是在钓鱼台这里 在中方的斡旋下 沙特和伊朗正式地翻开了外交关系的新篇章 他也重申 中方会继续地支持沙裔双方 来推进改善关系的进程 并以此次三方会议为契机 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凤凰卫视周江新叶博健 北京报道 因为随着乙军持续进攻加沙 再由火箭弹15号从加沙 朝着耶路撒冷来进行发射 而乙军当天承认在加沙北部的行动当中 错误击毙了三名被八人武装劫持的人员 而三人的遗体已经被运回以色列 做进一步的检查 此外美媒称 拜登希望在三周内 看到以色列改变军事行动的策略 转为向哈马斯领导人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行动 15号 有多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 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被发射 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 耶路撒冷详细防空警报 城内铁穷防空系统启动 发射拦截弹 拦截成功后不时发生爆炸和巨响 当地媒体报道指 这是近一个月以来 耶路撒冷首次遭遇火箭弹袭击 城内有一半的防空警报被此轮袭击 激活 哈马斯下属武装卡桑旅宣称向耶路撒冷发射了导弹 在乙军近期重点攻打的加沙南部城镇 汉尤尼斯不断传出爆炸和枪炮声 并生起阵阵浓烟 美联社记者在当地纳塞尔医院报道 乙军炮击了一所学校 导致12名无家可归者死亡 从14号晚上到15号 伤者就不断被送到医院 当中包括多名儿童 有的面部带血 躺在担架床上哭闹 有的满脸都是灰烬 被送到时不省人事 另外乙军在最新召开的记者会上 承认军队在书家爱耶地区的行动中 错杀了三名被劫持人员 其中两人是在10月7号 分别于卡法阿扎和尼尔阿姆被掳走 两处地点都紧邻加沙东北部边界 另一名死者的家人要求 不要提到他的名字 我们承认为三位以色列人 在最新召开的情报 或赶紧 或赶紧 在这里有些人 和赶紧 在这里有些人 我们不认为这些人 和赶紧 他们会拒绝到 他们会拒绝到 哈加利说 军事总部会收集并处理 有关被劫持人员的情报 并同地面部队进行沟通 他强调 军方每天都会评估 空袭和地面作战的情况 形容这次误杀事件 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果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15号前往西岸城镇 拉姆安拉 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面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 瓦法报道说 阿巴斯向沙利文提出 美国必须进行干预 迫使以色列停止 对西岸地区人民的侵犯 包括在以色列所占领的耶路撒冷 沙利文此前表示 以哈战事下一步将会发展到 由情报驱动 更加精准地打击 哈马斯领导层的阶段 但实现的具体时间和条件 正在商讨之中 人道援助方面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5号宣布 当天批准一项临时措施 允许人道援助物资 通过以色列与加沙地带的 凯雷姆沙洛姆口岸 进入加沙 在此之前 所有运往加沙的援助物资 都需要绕到埃及境内 从拉法口岸运入加沙 公黄卫视综合报道 阿拉伯半岛电视台 两名记者在采访以色列 轰炸汗油尼斯许 重弹受伤 其中一人最终伤重死亡 殉职的记者 萨布尔·阿布达卡 当时与同事到市中心 去采访一间重弹的学校 期间 两人突然重弹 下身流血 而阿布达卡无法动弹 他的同事则是能够勉强行走 由于已军持续的轰炸 救护车是难以接近 最终 其同事找到了救护车 送往医院获救 而阿布达卡则是与其他的伤者 被困在学校 终于因流血过多 而伤重死亡 两名哈马斯的成员 因为涉嫌策划袭击 欧洲犹太机构 15号被直升机 押送至德国联邦法院受审 德国联邦检察官就表示 这两名被送到德国 卡尔·斯鲁厄的男性嫌疑人 与另外一名嫌疑人 此前于14号在柏林被捕 此外还有一名嫌疑人 在荷兰·路特丹被捕 检察官指出 在德国被捕的三名嫌疑人 试图寻找哈马斯 此前在欧洲建立的地下武器库 并且将军火带到柏林待命 可能准备对欧洲的犹太机构 发起恐怖袭击 当局称 这四名嫌疑人当中 有三人一直都是哈马斯 长期成员 与哈马斯军事部门的领导层 有着密切的联系 并且参与了哈马斯在境外的行动 另外看到的是 野门胡赛武装15号表示 当天再对两艘前往以色列的货船 采取了军事行动 而美英也证实 有货船在红海遇袭 鉴于地区的安全情况 大型航运公司丹麦马士基就表示 决定暂停旗下货船 使今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 野门胡赛武装15号声称 再对两艘前往以色列的货船 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表示 其中一艘船被无人机击中 另一艘被导弹击中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也证实 当天先后有两艘货船 在野门和台达港附近海域遇袭 古赛武装重生将继续阻止所有前往以色列港口 或者与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 在阿拉伯海和红海航行 直到加沙地带民众得到所需的食物和药物 以及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丹麦马士基15号表示 有关地区近期发生针对货船的袭击令人震惊 严重威胁海员安全 决定暂停旗下货船 使今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 德国赫布罗特航运公司同日也表示 正在研究是否暂停旗下船只进入红海 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 正在与多国就保护红海航行的船只进行商讨 希望尽快在区内部署联军 凤凰卫视中央报道 再来一起观众一下俄乌局势 俄乌战事胶着当中 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 在15号的晚间两个小时之内 于克里米亚半岛击落了26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而乌克兰多地当天也发现 并且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 俄军也在顿涅茨克等地区摧毁了乌军的目标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是表示 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 向乌克兰提供15亿欧元的进一步援助 乌克兰部队15号凌晨 击落了14架俄罗斯无人机 据保无人机是在尼古拉耶夫 赫尔松等地区遭乌方拦截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时评 指苏34战斗轰炸机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库皮扬斯克附近 摧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指挥所和装甲车 在顿涅茨克南部方向 俄军T-80主战坦克在未进入敌方杀伤区的情况下 摧毁了乌方的装甲车和武装人员 泽连斯基15号前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一处军人公墓 到年欧乌战争的阵亡将士 并向阵亡军人家属表示慰问 基辅以国家安全为由 并未公布阵亡军人数字 但纽约时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评估报道说 乌军死亡人数可能接近7万 此前泽连斯基发布视频 形容欧盟峰会通过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是一场胜利 祝贺乌乌克兰人民 而欧盟向乌克兰寄供500亿欧元财政援助的计划 由于匈牙利的反对未或通过 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表示 将会根据现有安排 在未来几天内先行向乌克兰寄供15亿欧元的援助 另一方面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15号表示 基辅与西方合作伙伴 已就联合生产武器和技术交流 签订了数十项新合同 他并呼吁与英国国防服务供应商进行透明且有效的合作 以减少乌克兰对西方军事援助的依赖 提高国内武器产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15号向俄罗斯控制的马里乌波尔 发射了三枚远程导弹 袭击摧毁了混凝土工厂等设施 而根据了解 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已经变成了俄军重要设施区域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马里乌波尔的现场报道 星期五 俄罗斯联邦新地区一体化协调委员会联合主席 原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表示 今年的12月11号 俄罗斯政府已经宣布 开发2024年马里乌波尔城市的恢复计划 据他介绍 计划中的90%以上的马里乌波尔市区的住宅楼 都将被列入到改造的目标中 马里乌波尔伊里奇冶金城 已经于今年的12月13号恢复了生产 这座冶金城与亚佐夫斯塔尔钢铁厂一样 在去年的4月份城市的争夺战中 被乌克兰武装部队用作主要的防御区之一 马里乌波尔 目前在马里乌波尔也是加强城市的建设的恢复 特别是俄罗斯包括45个地区 向这个区域派出自己的工程建设队 然后包括圣比特宝莫斯科 对马里乌波尔的一些城市的恢复工作 都是一对一的这种投入 以及包括一条街道 一座学校 一座大学 还有对一些幼儿园设施的这种基础建设的恢复工作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顿巴斯各县的军事的态势 在顿尼茨克市等周边的城市 目前乌军开始频繁使用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 并对市区所认定的目标进行攻击 这包括了对有明显标志的救护车 警车 媒体的转播车等 俄罗斯专家指出 廉价的自杀型的无人机 在多个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首先它能够摧毁两军前沿隐蔽的 炮兵阵地 其次增加了两军防空系统的复合力 富皇卫视卢玉光 伊万 拉曼·乌拉特 马里乌波尔报道 我们再来一起聚焦美国 因为美国众议院通过对拜登弹劾调查之后 拜登的筹款金额为什么不跌反升呢 另外美国无家可归者创下历史新高 65万人露宿街头 那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庞哲 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 旁周早上好 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谢谢杨子 美国中华大使波恩斯15号 在华盛顿表示 中美元首过去通过三年的接触 建立了最佳的工作关系 不过对于未来中美关系 波恩斯表示他虽然充满希望 但是并不乐观 中美元首11月在旧金山会晤后 美国驻华大使波恩斯表示 两国元首在过去三年对话了七次 建立了最佳工作关系 不过一次会晤 无法消除中美之间的分歧 波恩斯表示 他对未来的中美关系 有着现实的认识 虽然心怀希望 但并不乐观 我不是想知道 对于未来 我们要看 我们的认识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投票 meeting 在加州 能我们现在 能够成立这种 能够成立这种 能够成立的 我们接触到一棺子 原来的认识 至于中国字母 看起来搞的 负民迟 上的认识 我相信 他们会 与我们终于 我们充断了 的军 falta 的 所以我才不会说 是忍不想 要来 我 crow要 更加一点 认识 这些 在台湾问题上,布文斯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他也承诺美国不会干预即将举行的台湾选举。 伯恩斯表示,美国对台政策的焦点仍然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两岸分歧,这也是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焦点。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逸,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院通过了对美国东的拜登展开弹劾调查之后,拜登竞选团队15号就表示,共和党人的弹劾调查已经成为拜登团队在竞选连任期间, 最好的宣传,拜登的策划金额证明了他的弹劾调查是得其犯。 民调也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对弹劾拜登保持怀疑态度。 拜登竞选团队的消息人士15号向媒体透露,竞选团队正在利用共和党对拜登的弹劾调查进行策款。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已经向支持者发送了一封策款邮件, 攻击众议院共和党本周授权对拜登展开弹劾调查非常荒谬。 拜登竞选团队形容,弹劾调查成为了拜登团队竞选连任的最佳宣传。 在众议院通过对拜登的弹劾调查投票后,拜登的策款金额得到提升。 在2023年第三季度,拜登策款已经超过了7100万美元, 超过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公布的策款总额。 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11个月, 拜登的民调一直令人堪忧。 皮尤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3%, 部分原因在于民主党的基础支持度在不断降低。 但值得一提的是,共和党的支持率甚至更低。 多数美国民众对共和党弹劾拜登的行动持怀疑态度。 美联社的民调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相信拜登违反法律, 而认为特朗普在弹劾期间犯法的美国人最高达到了50%。 CNN的一项民调还显示, 57%的美国人认为拜登不应该被弹劾, 比特朗普高出了10到14个百分点。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逸,华盛顿报道。 再来看看今天的媒体关注方面的具体内容。 根据佛克斯新闻周五报道, 白宫政府为了推进环境保护政策, 宣布联邦的政府员工应供外出旅游, 必须遵守环境保护原则的新规定。 新规定的细节当中, 包括租车时如果电动汽车的租金等于或者是低于汽油驱动汽车的情况之下, 就必须要租用电动汽车。 如果国内旅行少于250英里的距离, 就必须打乘火车。 如果在城区或者市郊区范围内, 就必须达乘公交系统的车辆。 据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差旅费用支出每年高达28亿美元, 平均飞行的航班的次数高达280万次, 租车230万辆, 火车旅行是3万3千次。 另据华尔街日报周五报道, 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显示, 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目前高达65万3千人, 投并上升12%为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造成人数激增的原因分别为是房价过高, 政府资助下的廉价房产数量有限, 以及吸毒者人数上升。 此外, 非法移民涌入纽约、麻省、芝加哥等城市, 也造成了无家可归者人数上升。 联邦统计机构的分析还表示, 此次人数上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出租公益因供不应求而导致的租金大幅上涨, 也成为历史上第一次推升无家可归人数上升的因素。 想将现场交会在香港直播室的主播杨子。 好的了解, 谢谢庞哲带来的分享。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一起来关注一下台湾大选。 情侣媒体美丽岛电子报15号的最新民调显示, 民进党赖萧佩是继续的领跑选战, 而排名第二的国民党侯赵佩也在奋起之追, 双方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美丽岛电子报15号的民调显示, 赖萧佩以35.7%的支持度暂居第一, 侯赵佩支持度31.7%紧随其后, 双方差距已从此前的5.7%缩小至仅剩4%, 而民众党客户佩则继续垫底。 有分析称,侯赵佩缩小与赖萧佩的差距, 表明侯友宜与副手赵少康近日的扫街败票策略取得良好效果。 另一轻率媒体三立电视台14号的民调则显示, 赖萧佩支持度为34.7%,领先侯赵佩5.9个百分点, 双方仍有明显差距。 三立的民调还显示, 侯赵在南台湾高平地区以及云嘉南地区都落后赖销超过20个百分点, 是其总体民调落后的主因之一。 而青蓝媒体TVBS13号的民调则显示, 赖销费、侯赵费和客户费的支持度分别为36%,32%和2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成 将在17号赴北京述职。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7号前往北京述职,为期4天。 本次述职,李家超将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香港经济、 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最新情况。 据了解,在北京期间,李家超也会拜访多个中央部委, 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和行政长官私人秘书将会随行。 在李家超离开香港期间, 将由香港郑务司司长陈国基署理行政长官职务。 而澳门特区新闻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 行政长官贺一成也将于17号赴北京述职。 澳门特区新闻局还指, 贺一成的述职时间为17号到19号, 期间他将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过去一年的工作和明年的施政重点, 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许立方随行。 在贺一成离开澳门期间, 将由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临时代理行政长官的职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国家自主研制的商用客机C919, 今天将会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一带进行飞行演示。 维港一带于今天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12点半, 要设立临时限制飞行区, 限制包括放飞无人机, 即航拍机或模型飞机等飞行活动。 C919客机将会由西至东飞越维港上空, 环绕香港岛两次。 上午9点半起三个小时, 维港一带会设立临时限制飞行区, 包括禁止航拍机、模型飞机等飞行活动。 警方于过去一星期严厉打击非法的小型无人机活动, 已经拘捕6人。 刚刚结束的2023香港区议会选举当中, 来自北部蝴蝶山选区的姚明, 已超过2万票, 多得了这一次选举的票王称号。 服务社区超过18年的时间, 积攒这么高的人气, 到底有着怎样的心得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新当选区议员他的故事。 2万053票, 对于刚刚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 以绝对优势胜出的票王姚明而言, 这是37岁的他人生第二项记录。 来自香港北区坟岭蝴蝶山的这2万多张选票, 既是对他服务社区18年的一个总结, 也是街坊邻里一人一票背后的任何何期待。 这位看起来斯斯文文, 毫无距离感的小伙子阿明, 终于又回来了。 这两天姚明马不停蹄地在选区展开卸票, 点票结果公布当天, 很多街坊比他本人还要紧张, 有老人守着电视机一晚没睡, 就是为了等待阿明的头条结果。 一位社区服务工作者获得了家人一般的得爱。 由那天已经有很多人去说, 等了一整晚都没有你结果, 等了两三四点都没有你结果, 都很担心你, 刚才有很多街坊说, 你得了,我比你更高兴, 都是等了一整晚没有结果, 这方面真的很感动, 因为真的, 我想大家, 我开口, 闊口就说一句, 我小时候见到你, 小时候见到你大了。 他做得事嘛, 做那么多年, 那么多个区议员都是他做事的, 差不多有求必应。 好久,好久了, 十几年了在这里, 在市区。 我不是这个区的, 不过都支持他, 对啊, 为什么支持他呢? 做到事了。 是街坊来的, 认识了很多年, 常常帮忙, 嵌树, 下雨, 山坑游, 什么都回来帮忙的。 我们年纪长, 我青山走了, 他又帮我做平安子, 就是人人都帮忙的。 样样都帮忙, 无论大小事, 有人家里的水管爆了, 有夫妻离婚要请律师, 有老人去医院要解轮椅, 这两万多票的背后, 汇聚了无数这样大小事和有求必应。 从中学时期, 在社区和特殊学校做一公开时, 姚明就开始从社会服务的点滴中, 找到了这种给予和正向反馈的成就感。 如果你做一个是服务社区的, 就是服务一班人, 就不是一小住人, 而是一班人。 所以当时19岁, 就开始有一些前辈, 就叫我去不如试一下做社区干事。 由当时开始, 我就开始慢慢走入这个地区工作的范畴。 当时这个决定, 其实都是回想起来, 都是影响我一身的一个决定。 19岁决定正式步入社区工作, 姚明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 两年之后, 毅然青涩, 出生牛肚不怕虎的他, 决定国旗勇气, 在21岁这年送给自己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参选区议会。 我21岁第一次参选已经很多, 我创造了一个全香港的区议会的记录, 到现在其实没有人破都, 因为我是受害生日那天最后截止报名的, 因为报名的截止日期, 是我10月15日, 那就是我生日是10月15日, 那就刚刚到当日是截止报名日, 所以这个后一个, 我想都挺巧妙啊, 我很便宜啊。 竞选虽然落败, 担任更多的街坊, 进入了这个一腔热情的年轻人, 几年后再次参选终于成功, 如他所言, 从议员助理再到区议会议员的角色, 也让他有一个更大的格局的视角, 去观察和处理地区失误。 第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 就是所在地区修建宠物公园, 区内有公屋, 有居屋, 也有私楼, 有着不同的准入氛围, 而居民对于宠物, 对于宠物上街的态度, 也是各有意见, 出现了各种纠纷和卫生问题, 于是他们在综合各方意见后, 向港府管理部门提出, 修改原有的规划, 最终多方争取, 兴建出一个新的宠物公园, 满足了各方的需求。 我觉得是挺成功的, 因为为什么呢? 在一个中间里面, 我可以在一个方案里面, 在一个改变, 而从而来做了一个桥梁, 而这个桥梁之外, 我们可以兼顾社会里面, 不同持分者的声音, 达到商业, 这个正是我们做地区工作者, 做社区服务的人士, 需要去做它行的事。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香港游马地庙街, 是地标景点之一, 为了吸引游客, 并且推动本地的消费, 香港旅游发展局, 将庙街打造成夜市, 为期半年的时间, 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活动首日, 现场的气氛到底如何。 小体会地道的老香港情怀, 香港的庙街肯定是独具特色的一站, 在这条短短的约百米的街道之上, 是汇聚了包含美食, 还有特色商品的摊位, 那作为港府推出的夜宾分系列活动, 在今年的压轴活动, 那旅发局是从今天, 也就是15号开始, 推出了这样一个全新的推广活动, 就希望可以借此激发这个传统地标的新鲜活力。 推广活动主要结合美食与艺术两大元素, 提升热闹氛围。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王毓雄, 和相关负责人到场视察。 美食方面, 于左墩庙街排放位置, 新增了22个特色美食摊位, 及近10个怀旧小时流动摊档, 现场访客络绎不绝。 这个夜市都挺好的, 回旧回我们几十年前, 我这里上班都会收工去经过看一下。 廖街一直以来, 都是我们香港一个最地道的地方, 最有各种不同的一个香港的独有文化的展示。 廖街这一个很多人熟悉, 也都崩慰海外的游客起来一个热点, 可以将它做一个机会。 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可以带动到多些的人口来到这里, 去参观,去看一看。 而本次也邀请了本地建筑师, 延庙街多个地点, 设置具有老香港元素的发光打卡艺术装置, 打造五光十色的夜晚。 在那十一个装置艺术上面, 其实就是用了香港的一些特色, 或者是直至是廟街的一些特色, 那我都希望可以through廟街, 艺术装置, 希望可以游客, 本地市民都understand, 认识多些更加香港的文化。 另外, 不少的特色路标及投影装饰, 也令夜晚的庙街更显现代和璀璨。 方卫视, 吴星纯, 向我报道。 中国15号晚间, 在文昌航天发射厂, 使用长征5号遥流运载火线, 成功将遥感41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颗卫星是高轨光学遥感卫星, 主要用于国土普查, 农作物孤产, 环境治理, 气象预警预报和综合防灾减灾等领域。 可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信息服务。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陈草财经。 美股周五涨跌互渐, 不过三大股指均落得连续第七周上涨, 导致再创下盘中与收盘历史新高。 道投资工业平均指数收报37305点, 涨56点, 涨幅0.15%。 纳斯达格指数收报14813点, 涨52点, 涨幅为0.35%。 标准扑尔500指数收报4719点, 跌不足一点, 跌幅0.01%。 详情来看一下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五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五早市开盘的时候是涨跌互线的格局开出, 全天都是窄幅横向盘整收盘时, 还是以上升作收, 并且三大指数都是走出了连升七周的态势。 那么星期五投资人一方面继续承接, 星期三联储的鸽派的政策倾向, 以及多位专家都预期, 联储在明年也就是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降息, 并且是年内会降息至少三次。 所以投资人是审慎乐观, 经常追捧一些从业务前景和公司盈利超好的这方面的行业股。 那么今天表现比较突出的呢, 道琼斯平均公司当中生活最大的是波音飞机公司, 因为是多家券商,提升该公司股价评级认为能冲上300多美元, 主要是业务前景看好。 Costco,一个大型的零售零锁销售商, 是标准PRO500指数, 以及纳指当中都表现最突出最优秀的一个个股, 主要是因为盈利超好, 受到投资能追捧。 但是在纳指100指数当中, 胜目最好的是京东公司上升超过5%。 那么在标准PRO500指数11大行业股当中, 技术类股消费电讯都是呈现走高的态势, 那么其他的一些行业类股像保健类股, 则受到投资人的一个获利回吐的抛压。 那么投资人虽然也关注在星期五多位联主官员表示, 现在不急于考虑降息, 但是市场还是一个进场追捧的这个态势比较浓厚, 说盘时10年常在收益率是3.92%, 油价是下降了15美分71块4毛7一桶一桶作收, 而今价小股消息的4.5%是2035.7美元一桶作收。 以上是星期五情况, 凤凰威势旁哲, 纽约报道。 稍后回来, 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